泰国东北的乌龙府有一座湖泊 被CNN评选为世界十大骑湖之一 究竟有何奇特之处呢 这里是泰国东北的乌龙汤泥 每年冬天都有一大片很漂亮的红莲花海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分布在安隆寒昆帕瓦皮湖的西北方 超过4000英亩的红莲花在湖面盛开绽放 形成一大片红莲花海的特殊景象 花旗自每年的11月下旬 持续至隔年的3月 这座兼具湿地功能的湖泊 面积将近3万英亩 丰富的自然生态 维持了植物与动物间的平衡 野生淡水鱼 圆生鸟类 还有许多水露生植物 是至今维持红莲花海逐年增大的主要原因 而当地居民也会坐上小艇 使用柱状圆形网 捕捉渔获或抓取一些大蝗牛养家糊口 有的随意挑几金莲花 这些都可以制作成脆脆辣辣的凉拌沙拉 所以政府大力推动观光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呼吁当地居民 共同来维护这片美丽的红色海平线 红莲花海最佳的观赏时间为清晨的6点 还可欣赏日出映射在红色海平线上的景象 到中午11点左右 莲花就会陆续合上 傍晚时分才又徐徐绽放 乌龙府1月将在此举办集体结婚 2月也有情人节的相关庆典活动 外国游客除了自行前往外 也可参加民营的巴士旅游行程 游湖可搭手摇常卫船或共乘游艇 去穿上救生衣 单趟约45至60分钟的游程 大家神采奕奕的安下快门 唯美浪漫又梦幻艳丽的红莲花海 成为永久保存的美好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